今年的冬至和以往不同 慈禧之工今年亲自上门和照顾护温国民一起庆团圆 让原本冷清的家里是瞬间温暖了许多 那看着因为严重车祸而变得行动不变的温国民 慢慢地学会自己行走还有吃东西 陪伴多年的慈禧之工都感触良多 这一天是逢冬至 慈禧之工手捧着一锅糖水 要和照顾护温国民一家一起庆团圆 我还没提供出来的 我还没有提供出来的 我还没提供出来的 来回来回来吃的 来给你来做的 来给你来做的 这下年是很大 有这家 孙子也比赛 有玩意 我需要付钱 我还需要付钱 同路凹陷了一块的温国民 是2012年严重车祸留下的印记 幸运生还 却从此行动不变 也无法言语 年迈的双亲 坚持每天带着他辛苦復健 目前温国民已经可以自行走动 进食和惯性 陪伴了八年的曾经之工 感触两多 可以看到国民的成长 从一开始是 只是躺在那边罢了 不能动也不能说话 到现在可以自己治理 也为他们的父母感到很幸违 你不管多少岁 父母还是永远地照顾你 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 亲情的那个力量 传统之工和温国民 一起吃汤圆 谈笑风生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彼此的情谊 却优如家人一般亲密 我个人就是我只和母亲两位 当时的时候因为母亲生病 然后我又面对很多压力 所以变成亲情方面 是没有这样永远 所以现在看到他们有这样子 慢慢慢慢的三个人 有在联系 家庭成年的关系 有一点一点的进步 那就比较幸运 悉心照顾温国民多年的双亲 最大的心愿 还是希望孩子早日康复 回到生活的正轨 冬至大如年 今年受疫情影响 汪国民亲人无法回家团聚 但有了慈禧之工的陪伴 这个冬至一样温暖 大爱新闻菜底根李嘉宁 马来西亚采访报道